喝了酒开车上路 郭宗坤被警方逮住后 时隔将近一周 照常开店营业 不过对于酒驾一试 不愿多谈 现在有客人 不好意思 他这几天状况还好吗 谢谢 给我们谢谢 请出妈妈当挡箭牌 说因为店内还有客人 不愿受访 行事相当低调 但酒驾被逮时 一度传出 郭宗坤功臣 是在自己店内 喝了一些用纯米酒做的糖 试味道才会有酒精反应 这说法却依死在恋书上 露了线 被逮前一个半小时 郭宗坤和三五好友聚餐 笑得很开心 而且那时候 他手上就已经拿着酒杯 恐怕也不太像是再试菜 另外也有其他同行师傅说 基本上日本料理 不可能残留过多的酒精 以至酒驾 但只要你有开火的话 它都会慢慢的降低 慢慢的降低 那只要你有烹煮 超过15分钟的话 都会降到原本的40% 每一千七七 剩下两三克了 对所以说 如果你没有大量使用的话 还不至于达到酒家标准 师傅说 日式料理的酒精 大多分为两种 一种像是烧烤类的 沾末酱汁 另一种就是炖煮的调味基底 像是这道轻鱼料理 酒精就是调味基底 在烹煮时 酒精就会挥发 也都是拿来提味而已 不至于到烧酒精 那样是主体的 它不会说像烧酒精这样 像我们在进步吃的烧酒精 它是几乎90% 80%都是用名酒 日本料理不会这样做 只是郭宗坤 做日本料理 一开始靠着老婆 可以柔 闯出名号 目前还正面临着 两人的离婚官司 却又旧家被带 烦心事情 一桩又一桩 记者刘水旅景 新北市报道 今儿木刀水旅景